耶律德纲听到石崇贵要起兵造反 叩鲁叶 他再次起兵 御驾亲征 沙陀人 早已不是当年强悍无敌的固庸兵种族 涉丹兵团 都没什么洗力水 就搞定了开封 后进 只是立国11年 就毁灭在当初缔造他的恩主手里面 所有姓石的王族 包括石崇贵和他的家人 全部都被放逐在东北两千公里以外 绝对荒凉神秘的黄龙虎 黄龙虎 即是现在吉林省的龙安 之后怎么样 都查不到资料 而发生这件事的这一年 赵康人就已经二十岁了 他十九岁那年就结婚 这阵时 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他应该亲眼目睹 涉丹兵团进入开封城门 亲眼看到了 涉丹皇帝 耶律德光登上了城楼 非常有趣地 向着京方奔徒的开封百姓们 说了 你们没有使惊 我也是人 我来做你们的皇帝 让你们休养生息 到了当日的日落时分 涉丹皇帝真的退出了开封城 驻兵在赤江 像王先生说的 这个真是一个奇迹 涉丹兵团虽然已经破城而入 但是并没有顺势标略抢劫 赵家人依然是平平安安 丝毫无损 只不过 这时候的耶律德光 自有涉丹本族的禁卫君 这次赵云恩先生 就暂时失业了 耶律德光 在赤江就换上了皇帝的新装 中原的皇帝怎么打扮 他就怎么打扮 故影自恋 他觉得自己 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原皇帝 将中原和草原联合起来管理 不是更加之好吗 而这种工作方式 他早就已经知根知底 熟头熟路了 早在公元916年 立国的涉丹 已经是31岁了 虽然不算长 但是耶律德光深知 汉人是涉丹的命根 他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超越突厥 回厄 迅速成为了超级大国 全靠就是汉人的贡献 这是一个沉痛的现实 中原无忧止的动乱 令到大批的汉人 离乡别井地逃出了国境 到了草原和沙漠上面 去挨世界 不知不觉中 令到义族人就迅速受益了 而义族人 也都非常地关照他们 涉丹从立国开始 政府就分伤核 现在电脑就有分伤核 那时候由涉丹的管理 也都行伤核心 就分为南苑和北苑 南苑就管汉人 北苑就治理涉丹 南苑政府对汉人的照顾 无微不至 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措施 保证你汉人有来无回 无办法回到乡下 就这样 涉丹又成为了有史以来 东亚大地上最最幸运的少数民族 想想他们的前辈 无论是兇奴 或是突厥 又或者是回厄吐褥 哪一个对汉人的富裕 不是外母见女婿是口水嘚嘚嘚嘚嘚嘚 整天就想骑着马 举着刀来明抢 但是结果 往往就是千辛万苦抢到手 自己的身上 也是血迹斑斑 伤痕累累 更有甚者 偶然间遇上汉人 出了个强悍的皇帝 比如秦始皇 汉武帝 唐太宗这些 那就偷鸡不了蝎渣米了 反而被他们打回头 照这样看来 又真是没有一个少数民族 有蝎丹这么幸运 汉人才是自己送上门来 帮助生产 将蝎丹又养得肥肥白白 然后呢 沙陀人又突然间主动来认亲认戚 双手又献上了燕云十六周 令到蝎丹人 凭空就得到了巨大的财富 和无穷无尽的生产力 之后最绝的呢 就是怕蝎丹人 突然间遇到了财富 无办法消化 后进 居然被蝎丹人 适应了整整十年 然后呢 才由石松贵这个年龄 将中原的福地 也都断送了给蝎丹 这样的机会 何止是千载难逢啊 简直是有汉人这两三千年以来 都从来没试过的 耶律德纲这次到手啊 你炮他都不走咯 一定就要落地生根 将蝎丹就从此真正地做强 做大了 他的具体措施是这样的 首先 令开封稳定 并且呢 从他自己开始做起 改着中原的衣冠 从心理上面呢 就先和汉人拉近距离 接着来呢 就将后进的文武百官都召集起来 说给他们知 每人官服原职 身水呢 还要是加倍的 而且 将几个知名的人物 另行委任身职了 比如 李松 就封为太子太师 兼任书密使 这样一来 刘松又可以管教和支持 耶律德纲的仔 另外又可以管车 涉丹的军队 还有一个人 就是冯道 他就被封为太父 这个简直是一个神 这个详细 就以后再讲他 侯进的各位凡镇大哥大 见耶律德纲这样来实施 个个都松了一口大气 这些勇兵自重的大哥大 在石松贵和耶律德纲的家务之争中 多数都没插手 所以 兵力基本上是健全的 这时候 他们大多数都上表清神 令到耶律德纲 也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 只有一个人 表现得很不积极 只不过是不积极 就令到耶律德纲 在开封寻食难安 这个人 就是北京留守 河东测寻室 在河东测寻室 楼之远 各位 这个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 按照现在的划分 是属山西太远 楼之远 也是沙陀人 是石松贵时期最强的范真 兵力远远就超过了其他的哲盗史 这个人从小就贫富 以穆马为生 长大之后 就在后堂明宗皇帝李志元步下当兵 是真正从生活的底层做起 一步步地爬到了一个军人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 在无数的腥风血雨中 他逐渐就拥有了一个独特的 令到他可以真正依捏不到的武器 沉症 以后发生的事情 证明了他的沉症 远远比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勇敢机敏 凶狠 残酷 等等的暴力特征 更加具有决定的意义 在这场的战争当中 刘之远时刻关注着战局 但是始终都是按兵不动 就在涉丹人攻入开封 俘虏石重贵那时候 都仍然不肯支援 真正做到了冷眼旁观 无动于冲 在大多数凡阵 对耶律德光清神那时候 他也只是派人来开封向耶律德光 表示祝贺 仅仅如此 就再无其他了 耶律德光见这样的情况 就沉不住气了 他知道 有很多人是看刘之远头的 刘之远不服 人心不顾 已经有一些樊镇和后进的大臣 转移逃往后宿 或者是南塘 那这些事又不能拖 如果再不理 每个人都拖 那怎么办呢 耶律德光就决定主动出击 不过他不是动兵 而是向刘之远送去了一件的礼物 和一封信 礼物是一支木拐杖 款式和用料 现在就没办法考证了 不过运送的途中 那些汉人惊奇地发现 所有的涉丹兵杖 一见到一支木拐杖 就立刻让路了 就好像这支木拐杖 是真正的 握在耶律德光本人的手里 由此可见 这个的确是一件殊荣 刘之远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件礼物 据说 从那天开始 刘之远就开始动住这支拐杖 至于那封信 就令刘之远沉默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原来白痴这种 也是传染病 耶律德光 已经深深地被碩士父子感染了 在这封信里面 耶律德光对刘之远 非常亲切 亲切的程度 和重视的程度 完全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儿子 知远 你好吗